好萊塢電影《末代武士》中 渡邊謙飾演的聖元聖次 人們總說是依據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為藍本 你可知道他是誰呢? 這位出身偏遠鹿兒島鄉中的地方小官吏 又是如何走上木末歷史舞台並且大放異彩 傳說中他還來過台灣 甚至留下了私生子 真相又究竟是如何呢? 各位公友大家好,我是公頭堅 不久之前我讀到一則新聞 說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邀請了來自洛爾島的 薩摩燒陶藝家西鄉龍文來台舉辦展覽 並且以薩摩燒西鄉家與台灣之間的故事 發表了專題演講 大家都知道我講過木末 也多次講過版本龍馬 甚至也講了賭機之旅 而這些主題都圍繞著另外一個人物 也是許多朋友留言、敲碗 而我一直想將他擺到適合的時機再講的 感覺現在似乎就是時候了 所以這一集就讓我們來聊聊《西鄉龍聖》 他有許多的稱號 是最為人所知的應該就是 《Last Samurai》 末代武士或者《最後的武士》 甚至成為好萊塢電影的角色原型 儘管後來也有其他人 例如《河井記之術》共享這個稱號 但西鄉始終是最多人認同與記憶的 而且西鄉家族的確跟台灣有著奇妙的緣分 以及各種正負面的評價 那麼就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西鄉龍聖 Saiigo Takamori 出生於日本文政十年 1828年 再過幾年就是他誕生200周年的紀念 作為對照他比版本龍馬年長8歲 他出生於薩摩凡 駱爾島城下家治吳丁 下級凡士的家庭 父親西鄉九郎級兵衛 官職是玉勘定方小頭 古人往往有許多的名字或者號 甚至因為任務需要的畫名 多了大家記不住 只要記得 西鄉早年叫做吉之柱 而後來常用的號為南州 至於龍聖呢 其實是他父親的名字 明治維新王政復古的時候 政府要搬給西鄉衛階 他的好友竟然寫錯 那他也很大氣 龍聖就龍聖吧 於是就成了我們熟悉的西鄉龍聖 西鄉出生跟成長的家治吳丁 是現在洛島市的一個小小的街區 等於是台灣的里 而這個丁 人才背出 司馬遼太郎曾經寫到 說起來從明治維新到日二戰爭 可說是一個丁完成的事業 其實還真不誇張 這個家治吳丁在哪裡呢 之前賭機之旅的影片當中也有提到 他就在洛島中央翼的對面 如果你下踏在車站對面的旅宿 就可以很自在的沿著 假途川歷史境 唯新故鄉之路來漫步 感受西鄉幼年成長的環境 我在川邊曾經見到這麼一塊牌子 上面就寫著 現在的家治吳丁 是由當時的六個鄉中形成的 鄉中 古秋是鄉的鄉中的簡稱 類似於 惠金凡的時 早在17世紀薩摩凡 第二代凡族 島經光九的時候 就開始推行 他在洛爾島的城下町建立凡校 在各外城建立鄉校 開展文武兩義的鄉中教育 等於是社區自主的青少年教育機構 類似於學長制 由年長者 教育 幼者 代代相傳 同時 也展示了下級武士居住的二家 由注重禮儀形式的前廳 以及日常生活跟廚房的後廳 換句話說 即使是如此基層的武士 也必須從居家 培養生活禮儀 不可施了章法 而或許這正是薩摩凡 培養出一批 維新人才的根本原因吧 同時在這裡也可以找到 西鄉隆盛君誕生之地的石碑 極之處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成長 而且因為個頭高大 自然就成為一群孩子中的領頭 原本按照他的身形 應該是可以成為一名 非常優秀的劍客或者武士 然而在他11歲的時候 卻因為在祭典的活動當中 介入不同鄉中的勸架 而被人砍斷了右腕內側的神經 發燒三日 好不容易活命 卻也從此斷了席建的念頭 專注於學問以及相撲的經濟 長大圓服之後的吉思處 如果沒有意外 原本的生涯就是跟父親一樣 擔任地方的小官吏 而他確實也在家鄉擔任了幾年的 俊方疏藝處 而且在祖父跟雙親去世之後 正式祭藤加都 那一年是西元1853年 他25歲 其實各位宮頭間的讀者或者觀眾 以後只要聽到1853年 各位就應該要記住 那一年正是版本龍馬 初次前往江戶進修建道 同時也是 馬修陪禮 黑船來行 意欲打開江戶灣大門的年份 換句話說 也正是日本 幕末時期的開始 在距離江戶如此遥遠的鹿兒島 這麼一個小小地方官吏七湘君 又將會如何跟時代產生了聯繫呢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再度提到 幕末四賢猴之一 被認為英明神武的薩摩凡族 島金齊兵 島金齊兵 這位從小在江戶長大的世子 因為受到曾祖父 島金 從豪的影響 對於西洋學問 或者經由荷蘭商人傳入的藍學 非常的有興趣 從豪當年甚至被稱為 藍屁大名 雖然這是個有點負面的名詞 但卻也可以看出位於九州西南方的薩摩凡 從江戶來看或許是一個偏鄉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便是面向世界的門戶 但由於齊兵的父親 齊兴 是個思想相對保守固執的人 而且又重新測試 密謀要換掉齊兵 讓尤羅的兒子 久光來擔任凡族 而引發了游羅騷亂 而年輕的西鄉在這場 帆內的加辯當中 見識到許多的主官或者是長輩 遭受到迫害 心態上便倾向支持 市職齊兵 齊兵終於回到鹿兒島接任帆主之後 除了大力推動集成館事業 煉鐵 製砲 造船 也廣征人才的意見 而西鄉的尚書受到他的青睞 所以就被選為 同行前往江戶 殘勤的隨從 並且拔著為 御庭方義 這個職務等於是幕府的御庭番 也就是 樊主派出的密探 隨時要跟他來回報 如此一來 西鄉不但是前往江戶開了眼界 而且有了跟隨當代第一的 開明派大明 學習的機會 而更因為職務 而必須去跟各樊的人士來交往 可以說是瞬間 開光灌頂又加持 開始累積自己的知識 人脈跟政治資本 也難怪西鄉 中其一生都感念 島經騎兵的知遇之恩 當時島經騎兵在幕府中的盟友 是老宗首座 阿布正宏 而這位阿布呢 也就是在黑船來行的時候 廣征公益於天下 並且大膽啟用許多有勢之勢的賢財 然而 也迫於攘夷派 而必須做一些妥協 他和騎兵都認為 面對複雜的變局 必須要推舉一位英明的 將軍繼任人選 而被他們看中的 便是出生於水戶家的 一橋慶喜 因而也被稱為一橋派 然而好景不長 阿布正宏因為操勞過度 年僅39歲 並英年早逝 頓時失去有力支持者的騎兵 也正因此而想到 必須要把養女余依 嫁入到將軍家 繼續策動讓慶喜來祭祀 這可以說就是余依成為賭姬 以及御台所的原由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西鄉也就被指派為保護或者監視賭姬 並為他操辦嫁妝的任務 在大和劇西鄉店 Segodong當中 也描述了西鄉跟賭姬之間 似有若無的依賴和情愫 當然這應該是編劇的想像 畢竟身份有別 西鄉因不至有此遐想 但兩人的同鄉之情 以及曾經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的過程 依然為遙遠日後的 關鍵歷史事件 墊下了基礎 此處就表過不停 而同樣在劇情中 也描述西鄉在花街 劫釋了隱姓埋名 出來花天酒地的一橋慶喜 這當然也是為了戲劇效果 然而他在江戶 的確劫釋了一位非常年輕的當代有勢之勢 那就是月前輔景凡 松平春月旗下的凡事 喬本左內 喬本左內 橋本左內 跟長洲凡的吉田松陰齊名 都是當時天下之陰才 他曾經失事於大阪的藍方一 也就是西一 旭方鴻鞍 這個名字好熟悉對不對 因為他曾經在仁一的劇中出現過 相信西鄉 也從比他更年輕的左內的身上 學到許多最適事的觀點 我曾經在旅途中 遇見 喬本左內在京都二條的獄所 也在輔警市 見到紀念他的左內公園跟雕像 更曾經親訪他在日後的安政大獄中 跟吉田松陰被斬首的 傳馬丁勞烏夫 所以看到這段情節更是有感 而在騎兵餐秦結束 交代回帆之後 西鄉仍舊留在江户帆底 繼續為了聯繫各地一喬派的大名跟人士來奔走 而就在一次西代賭基的書信 前往京都進城給禁衛中西 也是賭基另一名養父的時候 他又結識了學問生 岳兆 岳兆大師 當時是清水士成就院的住持 按理說應該不問世事 但他卻是一位堅定的尊王攘一論者 因此也將西鄉視為肝膽相照的同志 未來兩人也將成為生死之教 西鄉就在這些比他年輕 或者年長的當代的有識知識 以及寶學知識的影響下 慢慢養成了自己的中心思想 聽到這裡或許有些人會產生疑問 說 島經騎兵不是熱愛西洋事務嗎 那不是應該支持開國嗎 那怎麼他來往的對象都是一些攘夷派的人士呢 其實從這一點 就可以看出當時幕末情勢的複雜 絕不是單純以開國派 或者攘夷派可以簡單的區分 或許可以這麼理解 就是 幕府雖然跟歐美列強簽訂通商條約 似乎傾向於開國 但是仍想將跟外國交流的權利 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 不允許各凡來插手 而類似像騎兵這樣有世界觀的大名 甚至凡事 深知世界之遼闊 當然不希望迎向世界窗口 完全被幕府壟斷 甚至輪為列強的殖民地 永利一橋慶喜 就是希望未來 自己也能有參與中央政事 外交或者通商的機會 因此在這個階段 跟尊王攘輿論者的聯合 可以說是一個階段性的策略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裡 是不是又跟當下的政經局勢 有什麼樣的聯想 無論如何 銀像世界應該都是當時有事之事 心中最迫切的渴望吧 而說到這裡呢 就必須提到一段關於西鄉隆盛的傳說 並且做一些歷史的考證了 而這也將是西鄉家族 跟台灣的第一段淵源 根據1930年代 一本由入江文太郎撰寫的 西鄉南周翁 基隆書奧偵查一書 記述了一段關於西鄉來到台灣的南方澳 並且跟當地的原住民女子 生下一名私生子的記事 據說這本書在宜蘭縣使館 能借閱到影印本 但是也模糊不清 然而在宜蘭縣政府的網站上面 蘇澳政治的PDF檔案中 仍煞有介事的有一篇 傳說西鄉隆盛在南方澳的一段歷史 由於史料珍貴 容我盡量完整引用相關的段落 文章說到在1850年冬 24歲的吉之助 在樊主盡烈的山區放了一把火 主公一怒之下 盼他流放异地一年 但這其實是苦肉祭 四年春天瞞過幕府的耳目 接受島經騎兵的密令 沿著琉球群島南下 首先來到基隆的色寮島 發現蜻蜓設有海關把守 於是繼續南下 繞過烏石港跟東港 也就是蘇澳港 到達南方澳的一個沒有人看守的白沙海灘 偷偷上岸 躲進保鎮留馬住家 放漁網的小屋 而小屋裡面住著一個老翁 跟他十七八歲的 熟番跟生番的混血女兒 名叫羅莫 西鄉幫忙修補 三個人一起生活 朝夕相處 不久就跟羅莫發生了感情 他一方面以漁夫作為掩護 另一方面積極地探查地理環境 半年之後 羅莫懷了西鄉的孩子 再過半年 西鄉和主公約定的時間到了 1851年秋天 西鄉突然不告而別 離開了南方澳 循著舊路沿著琉球回到日本 而幾個月之後 羅莫生下了一名男孩 但因為想念西鄉 亦遇遇而死 孩子就取名為 劉武柱 由祖父一手養大 祖父死後 同住的友人吳阿輝 代為照顧成長 據陸江曉峰這位作者的追查 劉武柱長大之後 和西鄉農聖長得很像 結婚生子後 兒子取名為吳瑰麗 而後吳瑰麗 因為南方澳僻見漁港 搬到大南澳 浪宿也就是朝陽裡 而不久又搬到花蓮北濱十二番 跟妻子高阿粉捕魚為生 家境並不好 這是西鄉農聖的長孫 在台灣的最後資料 關於這段傳說 多年來會生會贏 地方人士更是堅信其有 而故事這個網站 也做過詳細的考證 同時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的Tony Huang 甚至寫過一篇 優美的西鄉農聖海角七號的文章 而在2021年南方澳漁港 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 南洋博物館典藏組的林正方組長 也特別做了論文報告 簡單的說 結論是 不可能 最直接的判斷就是 島津騎兵回到洛爾島擔任 繁祖的時間是1851年 而西鄉 則是要到1854年 才被拔著前往江戶 跟傳說中的1850年 被判遣來台灣的時間不符 不過 由於後來西鄉的長子 取名為橘刺郎 鄉信的人就堅信 一定還有個太郎 就是在蘇澳的私生子 無論如何 這個傳說開啟了 西鄉家跟台灣的第一段的淵源 而之後 龍勝的弟弟跟兒子都曾來到台灣 那都是後話 讓我們回到正史 當西鄉還在江戶跟京都之間 為了騎兵交付給他的任務 而奔走串聯的時候 1858年 就任幕府大佬的錦衣直壁 開始要肅清一橋派 展開安政大域 而在洛爾島的騎兵 原本計劃要率領 5000名的繁兵上落 前往京都 表達抗議 並且施加壓力 卻在閱兵之際發病 而且在一周之後就急事 而就在幾天之前 體弱多病的將軍 嘉定也死去 關於島經騎兵的去世 當然也有種種的陰謀論 但受到衝擊最大的 無疑是同時失去了丈夫跟養父的賭績 其次 當然就是對梵祖無比崇敬 而且忠心耿耿的西鄉了 在京都得知惡耗的西鄉 原本立刻就要為主公訓死 幸好經過越兆大師的勸阻 並且開導 認為西鄉應該要完成 騎兵魏敬之一致 才算真正的敬忠 然而由於幕府已經開始抓捕 這些尊王攘夷派的人士 西鄉就將越兆大師 托付給同梵的治士友村郡哉 經過大阪送往鹿兒島 而原本自己要留下來 號召治士舉兵 但由於幕府方布下天羅帝王 無奈之餘只好也返回鹿兒島 但此時幕府的通緝令 也已經傳到了梵內 而這個時候新梵祖剛就任 大權又回到了老梵公齐心的手上 他原本就討厭騎兵派 又不想跟幕府為敵 就下令將越兆流放去日相國 密謀途中將他殺害 西鄉非常痛心無奈 所以在隨行乘船的時候 一把就抱住他跳入海中 準備要同歸於盡 而之後西鄉雖然被救起 但是越兆大師已經湧成海底 經過這番痛失祖公 欲與同志遜死而又不成 自覺苟活於世的西鄉 這個時候已經三十歲 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主公島經騎兵過世之後 西鄉頓師倚靠 又遇到大佬 僅依直逼發起安政大獄的整肅 而主張攘夷的月兆大師 流亡到薩摩 原本西鄉打算與他同生共死 但卻是命不該絕被救上來 但這時他已被凡中視為麻煩人物 面對幕府的通緝 索性乾脆就假裝他已經頭海身亡 不僅將他與月兆大師立了墓碑 而且改名為橘池原吾之後呢 被暗地送到延美大島 阿媽咪歐歐島去遣居 關於他這個畫名呢 有一種說法是因為西鄉家 源自肥厚國 也就是雄本的橘池氏 所以橘池原吾就表示 吾乃是源自橘池氏的意思 此時已是1859年 黑船來航之後的第六年 西鄉32歲 以前我的印象總是覺得這次他就算是被流放 但其實不是 應該算是凡將他隱藏或者是保護起來 而且由於他的鄉中邻里 兒時至交大九寶正柱 此時也在凡內斬露頭角擔任要職 多少也是有所幫助 而這位正柱 當然就是日後和西鄉龍勝 以及幕戶孝雲並列維新三節的大九寶利通 有機會我也會單獨為他來做影片 來講解 在這裡必須補充一段歷史 大家知道 古早琉球包含北方和南方的群島 是獨立的王國 有三三時代還有上士王朝等等 也接受明帝國的策封成為 但是早在1609年就發生了 或者直接稱為琉球清宮 薩摩的島金家為了想要掌控海上貿易的豐厚利益 派出了三千名士兵 八十多艘船艦 一路從延美大島 德之島到琉球本島 迫使琉球王國臣服 而且還將當時的上陵王 請去了本州 僅見德川家康 以及將軍德川秀忠 並且由家康親口赐於薩摩作為領地 自此就成為薩摩的勢力範圍 之前我們講《大河劇看歷史》那集 也曾經提到《琉球之風》這部戲 就是關於這段歷史故事 至於有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明帝國不出兵呢 這可能就要另外再談 否則西鄉真的說不完 無論如何正因為有了這些群島的掌控權 薩摩凡似乎很喜歡把人就流放到各個島上去 西鄉在延美大島上 從32到35歲和當地人一起生活 同時也有了一位島妻愛家納 アイカナ 或有另一個說法叫做アリカナ 先後生下一子一女 用化名橘子原無的橘子 分別取名為橘子郎 キクジロ 以及橘草 キクソ 好來大家有興趣的來了 為什麼這個男孩明明是西鄉的長子 卻要取名為橘子郎呢 上集我們講到關於他年輕的時候 來到台灣南方澳有了私生子的傳聞 相信的人就信誓旦旦地說 那個才是太郎 其實這個問題呢 在日本也曾經引起討論 作家陳島明彥就做過多方面的考證 比較可信的說法是 愛家納畢竟是早期 他沒有正式的名分也不能前往薩摩 儘管此時 西鄉已經和薩摩的先妻 虛赫離婚 但是未來可能還有正式 必須把繼承家都的位置留給嫡長子 所以才取名為橘子郎 而這個說法也被大和據西鄉店所採用 這位西鄉橘子郎 之後我們還會講到他 此處就先表過不提吧 接下來我要快轉了 但是在快轉之前呢 必須先交代此時薩摩凡的政治情勢 在西鄉秘密前往延美大島那一年 翻雲覆雨的老凡宮 島金齊心終於再見了 此時是由騎兵生前指定的 島金中藝擔任凡主 但是中藝的生父 也就是騎兵的異母帝 島金九光 這自命為國父 也就是薩摩國之父的意思 積極的想要參與幕府的政事 等於是島金中藝負責繁政 而島金九光則是負責外交 根據一般的通說呢 九光才能相對的平庸 但是又仰慕他已故的大哥齊兵 一心想要學習他 推動幕末的局勢發展 而此時大佬錦衣執已經被暗殺 安政大域結束 當初受到迫害的一橋派 例如像一橋慶喜或者 松平春月 都回歸位居幕府的高位 輔佐年輕的將軍得穿家帽 然而由於安政大域所引發的各凡志士 或者浪世的天珠 暗殺 舉兵等等的行動 也是層出不窮 暗潮汹涌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 大酒保利通 極力建議九光 把西鄉從延美大島叫回來 以他過去輔佐騎兵的豐富經驗 來應對複雜的情勢 於是35歲的西鄉 離開欺兒 重返薩摩 但他畢竟是騎兵一手拉拔的人才 對於東師孝平的九光 心底其實是相當的輕蔑 而且我認為這其中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 就是西鄉懷疑 騎兵是被九光的母親 游羅下詛咒或者毒害 總之島金九光和西鄉隆盛 是相當的不對盤 而居中協調的大酒保 想必也十分傷腦筋 結果才從延美大島回來不久 化名為大島山右兵衛的西鄉 卻又因為違背了九光的命令 失智離開下關 前往京都福建 要去勸阻包括他的二弟西鄉姓吳 以及表弟大山 迷住在內的過激派凡事 不可輕舉妄動 反而被告發說是去山洞舉兵 島金九光大怒 派人去把西鄉抓起來 再度外放到德之島 以及更遠的 沖泳梁布島 如果說 上次是為了保護他 那這一次就真的是以罪人的身份來流放 沖泳梁布 簡直都快到琉球本島了 而且是被監禁在戶外的牢籠 風吹雨打 即使西鄉身強體健也受不了 還因為衛生條件太差 感染了陰囊腫大的橡皮病 死後終身未育 以前台灣有一部電影叫做 美暖頭家 沒人頭家 就是在講這個病 後來 島上居民取得代官的允許 將他移到自行搭建的新牢房 並且悉心照料 健康才慢慢獲得恢復 西鄉在 在沖泳梁布島一待又是一年九個月 在這段期間 日本本土的局勢撐得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薩摩凡市自相殘殺的四田屋騷動 長洲的騎兵隊 還有幕府的新選組等等陸續成立 而因為生脈事件而引起的薩英戰爭 818政變 七清落難等等 一些我在研究木墨歷史時 已經很熟悉的事件 都發生在這段期間 主張尊王攘儀的長洲凡 和幕府之間的情勢也十分的緊繃 於是大酒寶和薩摩的另一名能臣小松帶刀 再度向島金九光求情請願 赦免西鄉 而正當用人之際 無論九光如何討厭他 也不得不答應 因而就派遣他的二弟姓吳 現在已經改名為西鄉叢道等人 搭乘蒸汽快船蝴蝶丸 前往沖永良部島接回他的大哥 儘管繁命十萬火急 但是途中叢道還是特意停靠了嚴美大島 將艾加納接上船 而那也是西鄉隆盛和島妻艾加納 最後一次的相見 回到薩摩的西鄉 此時已經37歲 他在鹿兒島參拜了昔日主公 騎兵之墓 歷經流放到外島 總計五年 又九死一生的經歷 心中似乎也默默確立了 敬天愛人的志向 然後馬上又被派遣 乘船前往京都 並且被任命為 軍副役 也就是薩軍的司令官 可見當時局勢有多麼緊迫 然而作為軍人的西鄉隆盛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真正登上了木末的歷史舞台 開始斬露頭角 長洲凡在此時 有已故的吉田松茵的弟子兼媚婿 九板玄瑞 以及吉禁派的來島右兵衛等人 率兵大舉進京 意圖 霞天子以令諸侯迫使幕府攘夷 竟然砲擊京都御所 而幕府方面也動員了 匯金、薩摩等凡的精兵來防守 西鄉在此戰中 雖是初次擔任戰場的指揮官 但他調度有方 而且薩軍歷經從島經騎兵以來的 西洋化的改革 無論是武器或者戰術 都是近代化的標準 可以說是當時全日本最精銳的軍隊之一 因此成功抵禦 並且擊退長洲軍的攻勢 由於主戰場是在獄所的 這場戰役又被稱為 蛤羽門之變或者禁門之變 而至今門上仍殘留著當初的彈痕 儘管實際的戰役僅僅一日就分出了勝負而結束 但長洲軍退兵的時候放火燒了繁底 火勢失去控制 加上風勢助燃 大火燃燒數日 從京都御苑西側往南一路的燃燒 近三分之二的京都 復之一聚 其實每次提到禁門之變 雖然我個人在情感上是比較傾向於倒墓派 但對於長洲發起這場無謀的戰役 想起來就覺得很痛心 因為有無數的丁家 寺廟等等歷史建築 都在此意中焚悔 若非如此 京都今天可能有更多的風情 而事實上後來明治天皇 尋性江戶之後就不回來 定居東京 也是因為當時京都太多地方 已經成了廢墟 當然撇開這些不談 西鄉在此意中雖然腿部中槍 內心也有許多的酸楚 卻也一戰成名 成為同時守護天皇 以及幕府權威兩方 最大的功臣 隨即又被任命為 征長軍也就是征發長洲軍的參謀 由於征長總督德川慶盛 僅僅是象徵的掛名 西鄉等於是實際上幕府方聯軍的總指會 以當時情勢來說 真是非常不凡的際遇 聽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好奇 那你不是最喜歡講龍馬嗎 怎麼本集講到這裡 都還沒有見到他登場呢 事實上在這段期間 版本龍馬正在協助他的恩師聖海州 成立神護海軍操練所 募集許多各凡的志士以及浪士 努力學習航海知識 但他也感受到其中許多激進派的不滿 日益升高 總有一天要出事 果然 經歷了池田屋事件和進門之變之後 由於操練所的成員參與其中 而被幕府下令關閉 然而聖海州在被罷免之前 曾經以軍艦奉行的身份 建議西鄉 不要對長州採取強硬手段 也被西鄉謹記在心 因此在前後兩次的長州征伐中 都盡量避免正面開戰 而是對長州寬大處理 而這些過程的種種細節 都是讓原本有著 不共戴天之仇的薩摩跟長州 日後竟能私下結為 煞場同盟 共同對抗幕府的關鍵因素 而也因為這層關係 在聖海州被罷免 海軍操練所解散 龍馬帶著一群夥伴 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 由薩摩凡出面保護 後來還出資成立龜山社中 自此木末的天下豪傑 終於走到了一起 如果我們來深入 揣摩當時西鄉的心境 他從一屆外島的流民 因緣際會的成了 幕府一方的軍隊指揮官 而他仰慕的主公 島經騎兵 當初所力挺的一橋慶喜 也掌握了幕府的實權 後來甚至如願的成為將軍 按理說 西鄉此時 應該要感到欣慰才對 但從他30歲起的人生經歷 包括失去了許多朋友 同志 乃至於自己被流放 甚至身患顧及 背後其實都有幕府的陰影 這些大佬或版主高高在上 未曾真正願意傾聽 治世們的理想跟心聲 而只要有可能影響到威權統治 就除之而後快 像西鄉這樣一個有著寬闊的胸懷 又是曾與基層百姓 跟外島居民生活過的人 當有了自己的思想跟理念之後 想必是無法認同幕府的行事風格 我相信這才是他 才剛剛獲得幕府唯以重任 卻又謹慎地保持距離 甚至漸行漸遠的原因 當然 在此時由於西鄉代罪立功 名正天下 當他容歸落島之時 就在小松帶刀的牽線之下 迎威了樊內家老做書譽的女兒 伊托 獅子 這算是西鄉有紀錄的第三任太太 而獅子只是再婚 他為西鄉產下了三子 日後也先後養育 從島上接回來的橘四郎和橘草 可以說是一位傳統的女性 而從他晚年留下的相片來看 是一位相當清秀的女士 很多年後 當西鄉被平反 明治政府為他在上野公園 建立銅像的時候 參與典禮的獅子 一直對西鄉重道說 這不像我先生 而這段情節 也被作為大和劇西鄉殿的開場 但至於到底哪裡不像 獅子也沒有說明白 又為西鄉的容貌 增添了一個謎團 此時的西鄉 37歲 和大久保立通 頻繁地往來於京都和鹿兒島 而由於過去被認為是 最擁戴天皇的長洲 因為進門之變而失事 幕府意圖殺雞儆猴 也算是警告西方雄返 薩摩感到存亡齒寒 反而為了維護長洲 而積極秘密的斡旋 也就在此時 原本作為聖海州代理人的版本龍馬 開始有了自己的行動和主張 並且和西鄉 建立了不錯的友誼關係 還曾與西鄉 共同前往薩摩的家中做客 也和小松帶刀熟識起來 說到這位小松帶刀是一位非常年輕的賢才 可惜也是英年早逝 日後被稱為幻之宰相 另外還有一位治士也是必須提到的 那就是龍馬的同鄉 日後的陸原隊長 中鋼聖太郎 也大約是在這個時期 開始秘密推動薩長同盟 一般都將薩長同盟歸功於龍馬 但近年來 中鋼的歷史地位 日漸被重視 若是沒有他和長洲志士們多年的過命交情 光憑龍馬是無法完成的 經過了半年多的奔走跟協調之後 1866年2月 去考證是在京都的小松帶刀載迪 西鄉龍勝和貴小五郎 分別代表薩摩和長洲凡 簽訂了薩長同盟的六條密約 貴小五郎 並且要求龍馬在副本的背面簽名劃鴨 作為見證人 原本是可喜可賀之事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被幕府盯上的龍馬 隨即在福建四田屋遭到襲擊 險些喪命 西鄉下定薩摩凡底出兵 將傷重的龍馬救回來保護 之後還護送他和妻子阿龍 到鹿兒島去養傷 而這段情節呢 我都寫在公投間的龍馬之旅書中 歡迎大家買來閱讀 偶爾也是要為自己業配一下吧 其後幕府依然下令要第二次討伐長洲 但已經有密約的西鄉 當然就留了一首 再加上長洲方面有高山靜座領導的騎兵隊 以及斬鹿頭角的天才參謀大村益次郎 雙雙將幕府擊敗 在此緊要關頭 年輕的將軍得穿家帽 卻又在大阪城病死 只能說 人士與天命 皆不在幕府這方 只好修兵 幾個月之後 堅持攘夷的孝明天皇也逝世 幕府的局勢 再度翻過了一頁 即將邁向最後的篇章 此時正是1866跟1867年之交 也是我出生前的100年 西鄉隆盛迎向了盛年的40歲 根據記載 這個時候他在帆內的官職 被授予了 大幕府 陸軍掛 還有家老座出席 等於是 準家老的地位 大幕府又被稱為大監察 作為對照 德川幕府初期有一位很有名的建樹家 柳生宗舉 在幕府也是擔任這個職務 這是一個負責監察 帆內各家的角色 但是西鄉就以健康為由 管拒了 合理的推測 以他的個性 是不願意破壞同凡的情誼吧 1867年也是日本近代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年 幾乎是一種快轉的速度 發生了許多的事件 此時 一橋慶喜已經繼任為將軍 也就是末代將軍 德川慶喜 明治天皇也在這一年初登基 而幕府跟左賀凡 還有薩摩凡 還派員參與了 巴黎萬國博覽會的展出 從這點也可以看出 當時在歐美列強的心目中 日本等於是一個類似 邦聯或者是合眾國 各凡都是獨立的個體 德川家只是其中最大的凡 或者是共主 並不代表唯一的中央政府 那幕府對於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恨得牙癢癢的 但卻又無計可施 當時法國支持德川家 而英國則是暗中支持 以薩摩為主的雄凡 西鄉隆盛作為軍力最強盛的 薩軍指揮官 當然也就舉足輕重 根據通說 此時的西鄉和大九寶 心中是以 也就是打倒德川幕府 為終極目標 但倒幕之後 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政府體制 其實並沒有明確的方向 或也有可能成立 島金幕府 甚至在列強支持下 演變為又一次的戰國時代 而類似像版本龍馬 這樣體制外 又具有國際觀的制勢 便積極的想要避免發生內戰 所以私下推動 大政奉還 試圖透過跟幕府友好的 屠左凡 老凡公 三內容堂 勸說德川慶喜 主動將政權交還給天皇 那這裡就有個疑點 就是 西鄉為什麼非要用武力打倒 德川幕府不可呢 大和劇《西鄉殿》試圖給出一種解釋 說是他從很早就私下認識慶喜 深知慶喜的為人 反覆無常 而且自私自利 我也是看了後來才理解 為何編劇要安排他們提早認識 原來就是為了要鋪陳這個背景 而西鄉分別跟屠左凡 祖和派的後藤向二郎 以及祖戰派的 百元退柱跟古甘臣 同樣在京都的小松代道底 簽訂薩土盟約跟密約 卻似乎也顯示出 他也有權謀的一面 後來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了 1867年的冬天 慶喜在京都二條城 召集各大名 正式宣佈 大政奉還 並且交還將軍職 隨後皇室也發出了 王政復古大號令 似乎一切都往好的方向來發展 然而龍馬和中鋼聖太郎 卻在這個期間 被失業又懷恨在新的幕府武士 劍回主 刺殺身亡 也使得局勢急轉直下 關於龍馬究竟是被誰暗殺 無論是在之前影片下方的留言 或者是我曾經為了 公投間的龍馬之旅 舉辦講座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人問 的確關於真凶陰謀論非常多 甚至有一派說法認為 是因為薩摩凡 武力倒幕的進程 被大政奉還搞亂 因而必須除掉這個障礙 暗指西鄉或者是大酒堡 是幕後的黑手 然而我們一路說來 以西鄉的人生閱歷 以及個性 暗藏理來說 是不至於下此獨守 但也有人說 是因為他們發現 龍馬是英國共濟會的雙面諜 等等 那這就留給熱愛陰謀論的朋友 去研究 無論如何 龍馬被暗殺身亡後不到兩個月 事態急劇的激化 原本慶喜的計謀可能是以退為進 雖然辭掉將軍 但斷定皇室跟公卿 無力治國 終究還是要回頭來求他組成 執政團隊 但是西鄉 卻不讓他有這個機會 私底下找人在江戶的繁體挑釁 創造衝突 逼迫慶喜在內部壓力下 為了展示將軍的權威 不得不戰 於是他從二條城轉進大阪城 指揮清幕府的聯軍 包括惠金帆 以及新玄祖等等 向京都推進 在鳥羽福建一帶 遭遇了 由薩摩長州屠左組成的新政府軍 長達近一年半的幕末最後戰役 霧城戰爭 就此拉開續 關於霧城戰爭的細節 我們在此就不深入 未來會以幕府方的角度來談 另一種觀點的幕末 再來細說 先留下一點懸念 但說到這裡 都還是不免要提一下 當年神劍闖江湖電影版 第一部的開頭 正是以鳥羽福建之戰 血腥的場景為開頭 想必很多人也都還有印象 聚焦回到西鄉隆盛身上 他此時在新政府軍或官軍的職務是 東征大總督府 下參謀 但和之前討伐長州一樣 總督和上參謀 都是由皇室或者公家來掛名 西鄉等於是實質上的指揮官 在霧城戰爭中 他最著名的事蹟 就是在開戰兩個半月之後 幕府軍節節敗退 官軍迅速推進到江戶 眼見江戶總攻擊的大戰 一觸即發 很可能重演之前 禁門之變 燒毀大半個京都的悲劇 此時 據傳 兩任前將軍的御台所 天章院賭基 以及 靖寬院 和公內清王 分別以書信勸說 並由當時被重新 提拔為幕府 陸軍總裁的 盛海周出面 與西鄉隆盛協商 達成了江戶無邪開城的共識 現今在東京地下鐵的三田戰外 還留有西鄉首輸的江戶開城 西鄉南州 盛海州惠劍之地的石碑 儘管在江戶 實際上仍有 張義隊盤踞上野 與幕府軍短暫對抗 而在挺進東北的北越戰爭中 還遭遇另一名最後的武士 和錦記之助 所採購的最新武器 包括 加特林炮的反擊 致使西鄉 痛失惡帝 吉二郎 整個武城戰爭要到隔年 北海道 武能鍋陷落 才算真正的結束 然而大事已定 西鄉隆盛 毫無疑問是 倒幕戰爭的最大功臣 似乎注定要成為 明治政府的中流砥柱 然而 後續的發展 卻非如此的順利 從1867到1877 也就是明治元年到十年 西鄉隆盛 40到49歲 也是他生涯的最後十年 由於促成維新有功 他和大酒保利通 以及當初和他簽訂 煞腸同盟蜜月的貴小五郎 現在改名為木戶孝允 並稱為維新三節 而原本西鄉在戰爭結束之後 除了該有的勇士封賞 2000彈之外 並不接受任何的官職 而是選擇回到鹿兒島 買了新的地跟房子 這個地方我也去看過 歸隱田園協助繁政改革 並且致力於對鄭王 將士家屬的協助 還有撫慰 這個時候也看得出來 他確然是身體力行 敬天愛人的座右銘 如果就這樣成為一個地方士生 似乎也相當愜意 然而有些人是因為個人野心 而不甘寂寞 有些人卻是被社會大勢所破 而身不由己 可以想像 明治新政府百廢待舉 又有一大堆戰後 重分配的改制事務 例如 費繁制憲 再加上許多心懷不滿的 武士階級等等 只有西鄉隆盛有足夠的威望 能夠壓制各種的意義 而小他16歲 一路跟隨著東征西討的 三地姓吳 此時已經改名為 西鄉重道 被刻意留在新政府當中 歷練栽培 並與出身長洲的 三線友朋 被派往歐洲考察軍事 奠定日後 長洲陸軍 薩摩海軍的發展路線 回國之後就被委託去鹿兒島 勸說大哥 重出江湖 龍聖以百姓為念 最終還是加入了明治政府 擔任參議 等於是內閣的議員 由於這段時期的日本 內外局勢 非常的繁瑣 複雜 你看光是司馬遼太郎 以此為主題的歷史小說 宛如飛翔 就寫了足足十本 所以我只能挑出 其中幾個關鍵事件 來說明西鄉在這段期間 心境的轉折 在明治五年 西鄉曾經隨著天皇 巡視日本的 西國地區 相處整整兩個月的期間 當時明治天皇才20歲 想必也建立了相當的信任 好萊塢電影《末代五世》中 就有表現天皇對 叛將聖元 有一種 亦師亦成的情感 想必也是基於這段史實的改編 另外關於西鄉後期生涯當中 非常有爭議的一個事件 就是他介入了 爭壇論的政變 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 主觀上我對於任何對外 甚至對內的出兵 當然都是不贊成的 因為任何的爭討 都會造成人命的損失 受苦的往往都是雙方的百姓 但人類的歷史 又是一段幾乎不曾間斷的戰爭史 作為一個歷史的閱讀者 也只能從時代背景去試著解讀 而如果用最簡單的說法 明治維新的目的 無疑就是要讓日本 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列強 而在19世紀末的當時 成為列強的條件之一 就是擁有許多海外領土或者是殖民地 很自然的也就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之一 而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則是透過出兵海外 來撫平數量龐大的武士階級 對於新政府的不滿情 從封城秀吉成為天下人的時代開始 就有這樣的思維跟行為 其實原本《征韓論》的起因 是由於朝鮮王朝 不接受日本新政府的文書格式 原是一個細顧 但無論如何 當時西鄉曾經建議自己 出使韓國 並以犧牲自己 來成為開戰的導火線 但當時其他主政的官員 例如延昌巨士 幕戶校羽 以及他曾經的 志友大久保利通 都已經隨著使節團環遊世界歸來 親眼見證工業革命之後 各國之徒飛猛進 深感去以內政建設為優先 其其以為不可 據說大久保甚至私下給子女寫了遺書 如果好友不接受 便打算死見 由於西鄉在之前就主張武力討墓 而如今又支持真函論 似乎給人就留下了一屆 好戰的武夫之印象 至於是否如此 又看你要從什麼角度去解讀了 經過這場論爭之後 以西鄉為首的真函派被壓制 紛紛辭去官職 稱為明治六年政變 而他下野之後 返回鹿兒島 此後大半的時間 都在武村的治宅度過 然而 氏族們 也就是原本的武士階級 被激起的不滿情緒 還是無法放過他 直到生命的最後 以我的理解 當時明治政府 之所以反對曾函 還有一個原因 也是朝鮮王朝 畢竟人是 大清帝國的反屬 而清帝國 當時頁已開始 洋務運動 進行了各種西化的改革 並且建立了 新式的 陸海軍 在不清楚 實力的情況之下 還是有所計 那下野後的曾函派 陸續在各地發起小型的叛亂 雖然都迅速被政府軍平定 但顯見內部矛盾依然存在 就在此時 據說有一個在日本擔任外務省 顧問的 法裔美國軍人 提出一種可能性 說 有個大清帝國的化外之地 或許是可以試探的目標 這個人 就是李仙德 如果各位看過傀儡花 或者 司卡羅 就知道 他曾經擔任美國駐廈門的領事 並且在幾年前 來到台灣 處理 羅媚號事件 並與 狼喬18社的原住民領袖 TOKITOK 簽訂 藍甲之盟 的經驗 或許正因為他的建議 明治七年 被稱為 小西鄉的從道 就被任命為 中將 兼翻地事務局的都督 領兵三千餘名 前往台灣的南部 儘管西方各國 反對日本的軍事行動 但西鄉從道 仍然決定強硬出兵 被稱為是 或許也可以視為 是呼應大哥 憎含論的一種表態吧 這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 初次對外出兵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牡丹舍事件 而雙方 互有傷亡 而日軍在優勢武力下 暫死12人 卻因水土不服 病死了500多人 也算是一種教訓吧 同時又耗費600萬元以上的巨額軍費 只好透過外交的手段 跟清帝國來和解 並且在該年的11月撤兵 是非成敗暫且不提 如果加上此前 西鄉隆盛曾經來過南方澳的傳說 這可以說是 西鄉家的男子 與台灣的 又一段歷史的接觸 大西鄉自明治六年返回 陸兒島之後 設立私學校 傳揚武士道 越來越多 失憶的士族 聚集在他的麾下 明治十年的1月 過激的私校學生 夜襲 陸兒島陸軍的火藥庫 騷亂一發不可收拾 西鄉隆盛以清軍策為名 舉兵起義 爆發了日本近代史最大的內戰 西南戰爭 根據我看過的一些記載 晚年的西鄉健康狀況不佳 被流放到外島的時候的 舊病未遇 又因為長年征戰 以及體型肥壯 引發許多慢性病 戰事後期幾乎都是在 單架被人抬著走 一則會有久病厭世的心態 另一則是面對這些不滿的士族 也萌生唯有以自己的血跡 才能平息內部爭議的心情下 被觸涌而起 因而更增添了悲壯的氣息 當時薩摩軍有一萬兩千人 加上來自九州各地不滿的士族 合計四萬多人 編制為七個大隊 在正式舉兵之前的作戰會議中 決議直接強攻雄本城 其實這就是個錯誤的決定 戰爭的細節我們不說太多 熊本城在此戰役中發揮的功能 也推薦大家回頭看我 專門介紹熊本城的影片 但在這場戰役中 所謂的清軍策 要清的正是他昔日的 至交大九寶地通 而隸屬於政府軍陣營的將士 包括他的親弟弟西鄉崇道 和表弟大三岩在內 甚至包括熊本城的守將 拱甘城 都是他親手帶出來的部下 或者曾經並肩作戰的盟友 而木戶孝雲 此時早已重病在床 聽到他起兵的消息 更是悲憤抑鬱而往 不難想見 當時西鄉的心境 或許早已覺悟 將背負 朝敵的罪名 以及天下的罵名 西南戰爭 前後歷經八個月 經過慘烈的田園版戰役 最終以西鄉隆盛在陸兒島的城山 身中樹彈 搖擺天皇之後 切腹 並且由 別府境界借錯砍下頭顱 周年49歲 有人說 直到西南戰爭結束 默默才真正的落幕 維新的時代 也才真正開始 此時已是明治十年 隔年 大酒保利通在東京的紀委井板 被崇拜西鄉的士族刺客暗殺身亡 維新三節 先後亡故 之後的日本 將會走上什麼道路 已經不是他們所能夠遇見的 1889年 明治22年 在天皇的意旨下 西鄉隆盛平反 名譽回復 並且追正正三位 日後更在東京上野公園 為他建立了銅像 而就在西南戰爭結束後的第18年 復國強兵之後的日本帝國 在甲午戰爭中 擊敗了清帝國的水師跟陸軍 正式將當年西鄉重道 曾經出兵的台灣 收為領土 從此走上與列強並肩的 軍事擴張之路 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 最終才在1945年付出 慘痛代價之後 徹底醒悟 成為今日民主同盟的一員 談起西鄉隆盛 可以說是欲罷不能 就在這三集影片的尾聲 讓我們把鏡頭轉到 1897年的台灣 此時已經是被納入日本領土之後的 第三年 有一位曾經在西南戰爭中 因為小腿中彈而截肢 膝蓋以下穿戴異肢 30多歲的青年 來到我出生的故鄉 宜蘭 這位青年就是西鄉隆盛 在延美大島上和 艾加納生育的長子 西鄉 橘次郎 橘次郎在明治二年 就被接回 露兒島的西鄉本家 接受鄉中教育 12歲被送往美國留學兩年半 17歲以薩摩軍的身份 投入西南戰爭 富商之後 有老仆人雄籍背著逃亡 後來向叔叔七鄉重道投降 隆盛死後 重道非常照顧橘次郎 安排他進入外務省 任職於美國大使館和外務省的本部 1895年 馬關條約生效 橘次郎受命代理台灣總督府的參事官 隔年出任台北縣支廳長 1897年升任宜蘭的首任廳長 西鄉橘次郎在宜蘭推動了許多基礎建設的整備 並且整治河川 擴大耕種農地面積 修竹道路 發展張腦產業 同時大力推動教育普及 改善治安 他擔任了長達五年半的宜蘭廳長 之後被調回日本 擔任京都市長 宜蘭當地的民眾士生為了感念他 在堤防附近的民家的庭園裡面 設置了科有西鄉廳縣德政碑的高大石碑 後來在宜蘭縣文化局的努力之下 遷移到中山橋旁的堤防 我也曾去現場踏查過 或許還是有人會說 日本人就是侵略者 有什麼好感念的 但是西鄉橘次郎以他自己的努力 獲得了百姓的紀念 卻是不爭的事實 西鄉一家 兩代三人 與台灣的奇妙淵源 儘管 還有許多的細節 但 就讓我們先講到這裡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 工頭間觀點的 歷史 時事 跟 旅遊話題 我們 下次見 關於加入 會員的費用跟細節 其實我們已經 悄悄開啟了 會員的功能 那你點進來的話 就會看到一些內容 也歡迎大家 繼續 支持工頭 鼓勵我 去做更多更多元的 這些 影片的內容 我也先在這邊 感謝 大家